博愛潮雨浸訊會東投堂一個前牧師被指涉嫌性騷擾和非禮多個年輕女教友 牧師毅立言向傳媒承認,做過不恰當行為,並已自行報案 盧偉聰說警方一定會全力追查,包括主動聯絡受害人 馬晴晴報導 一個女人星期四在社交網站發問,說她回了17年的教會 有個牧師多年來涉嫌性騷擾多個女教友 包括在照顧青少年小組時,藉著和十多歲的女生建立父女關係 將涉嫌性騷擾和非禮行為正常化,又叫她們不要跟別人說 去年教會收到投訴,但沒有報警,令她失望和痛心,於是公開事件 博愛潮雨浸訊會東投堂的前牧師毅立言,接受傳媒訪問時承認 對教會姐妹做過過界不恰當的行為,對她們造成傷害感到很後悔 承認自己有錯,說教會5月中已經將她解僱 她星期五在牧師朋友陪同下報警,但警方說沒有投訴人的情況下 只能夠被案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已經交由黃大仙刑事調查隊調查 教會就發聲明,說收到和跟進有關的性騷擾投訴 又說毅立言已經主動聯絡警方,教會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 有線電視記者,馬青青報導